其實昆毅這個案子實在真的不太多琢磨 這個案子在早期的時候 陳全任的副縣長就同意申請 後來在前副縣長的任內給予核定 然後也是會走到市營業 那後來因為有一些的這個案情 所以當時的房局長陳科長有班人員 都被檢調單位去被申訊 事實上真的查了以後都是合法的 所以所有公務人員都沒有觸及到房屋的身邊 我們到我手上我們要求的就是依法弦證 要的是有很好的一個管理 所以他們這個業者昆毅就依照行政的程序 一步一步的做這個改善 那尤其怎麼聯絡道路啊 很多的這細項的部分 包括在這個我們正風啊 還有這個農業 以及其他的這個相關的集數的配合 我們主業管單位的這個這個 這個環保局的這個嚴密的審查之下 同意他們試圓了 又回歸到在早期的情況 那我我是個人啊 的思維是 我們這個很努力的去招商隱私 有那麼多的大企業 不管是傳統的也好 不管高科技的也好 這些的垃圾到時候要請哪裡 請問各位鄉間 我們很努力的去招商隱私 然後這些垃圾不去處 然後又造就了這個不孝的業者 去到處這個到 這個到這個 爛倒這個廢棄物 這個都不對的 我們要求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這個產業來投入 那我們的去處 又沒有垃圾 這個這個好像是不合常理 所以我希望啊 我們的鄉間 真的要同理心 我們要用勇氣的管理 我們要強制久安 讓我們的 苗令能夠生生不息 有好的企業來投入 我們有好的工作的職場 但是相對的 我們更要有一個有效的 這個環境的管理 讓大家住家 能夠住得很安心 我們環保單位 不管在環境污染 或者是空氣污染 還有所有能夠做回到的 環保的部分 我們都會強烈的來可以 要求這些的業者 能夠把垃圾 或者廢棄物做有效的一個管控 那相對的這個 這個懷疑的部分 他們合法的申請 我們刻意的會少數 這個 被反對而反對的 這些的環保人士 他們的作為 而因異廢食 我個人呢 站在一個行政首長的地下 我們是 不會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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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濟求全的 合法的 我們就要給予尊重 那麼 你們 這個 環保的人士 你們的思維 如果是覺得 具有 這個 可受公平的地方 我們也會 這個 給你 嚴密的 來去 這個考量 但我們的環保 做得 大家 都能夠 可以接受 那這個部分 大家真的 要共體世間 我們一起 來打造 一個 乾淨 舒適 一室一家的 一個 生活的 幸福的努力 好 好吧